谢谢谢谢 谢谢人啊 来 一起平安 谢谢 选前黄金周最后冲刺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柯智恩 前往凤山前镇区交界的肉豆公市场 及瑞芯市场扫街 受到不少摊商欢迎 送上粽子肉包 柯智恩受访时表示 女儿已经返台 她应该会在扫街的时候随时出现 我不晓得什么叫神秘嘉宾 大概就是台面上这些人 所以怎么会有神秘嘉宾 我女儿 我女儿是神秘嘉宾 我女儿是家人不是嘉宾 所以她应该会在扫街的时候 随时出现吧 不会出现在明天的造势场合 我女儿回来了 柯智恩表示 成立原名和客家后援会 本来就是一个市长会注重的 她先前提到国民党在大吉美地区 是有非常大的需要 在延续过去生根的规划 我觉得成立原名跟客家后援会 这是一个市长 他本来就会是着重的 那我想这一块我已经提到的 大吉美地区 国民党是有非常大需要 在延续过去生根的一个规划 所以说呢 以后如果我们执政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 这些未来的一个方向里面 对于原住民还有对原乡的一切的照顾 我们当然也还是会 也是会不遗余力的 柯智恩在议长政理院 蔡武宏等人陪同下 穿梭在市场拜票 受到市场支持者热情迎接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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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